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听一句不更好吗 现在听不到了可能 现在可能只有琴琴了 这样子还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 没有一个是大吻特吻解决不了的事情 谢谢波波宝 白天一晚上回来拍的 对 他现在要拍他的衣服 被打过他的进度 他今天工作还没完完 就得加班到九点 就完蛋了 那是要勾住弄了吧 对 对 对 他的肩膳也合适 肩膳也合适 你看看这事谁都看到 老板都看了 谢谢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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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膳也合适 可以的 好 谢谢 你知道其实昨天还有一个瞬间让我心软的瞬间 就下车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看看我的脸色 我的脸色都这样了 然后大时我就 刚才有无数的像θ 像机关像一样我像外貌 一下我就 然后就冷住了 然后我们进了电梯以后就一直没说话 到了李朝家一直没说 然后我们又出去 出去散步 出去走了一圈 走了一圈 然后回来路上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就回房间 回去之后我先去李朝的房间 然后她就一直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朝两个人旁边 那两个人在看电影 站在那里等我 然后我想 我觉得这样气氛怪尴尬的 然后我就跑到奶奶的房间去了 她又跟过来 跟过来 她先扶了个软 然后就看电影去了 就看电影 看了一个滑鼠版的恋爱 对 谢谢姑姑 谢谢假的 大家送你 谢谢大家送你 不是 你不是说要去医院看看吗 因为我先去过了 你忘记了 对 看过了 对 我看过 我上次都忘记了 我昨天看了心 我昨天忘记了 我上次看过了 是看了心脏 对 上次就看了心脏 也是一样的问题 没事 为你解释 我下va一样的问题 有点误会照片 请求根本部里面 也很清楚 我下来 我下一个终于 接下来